常看动漫日剧的小伙伴一定见过鲤鱼棋 它是一种用步骤的空心鲤鱼 不同的颜色有着不一样的寓意 鲤鱼棋一般分为三种颜色 其中黑色代表父亲 红色代表母亲 青男代表男孩 青男棋的个数就代表家里男孩的人数 最早是有男孩的家庭会挂 但到后来出现了橙色、粉色、紫色等代表女孩的鲤鱼棋 悬挂鲤鱼棋时 棋杆顶端要有旋转球或者宝珠的造型 下面安装风车 然后是五色或者是描绘了鲤鱼的吹牛 最后依次悬挂 黑鲤鱼、红鲤鱼、小鲤鱼等等 我是四路小葱 关注我 不迷路